幽幽古城 千秋文明 驻五魂 圣地永年 太极之光 灌长红 当今著名太极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杨氏太极拳传承代表 杨振和 1953年 出生于杨氏太极拳 发源地永年广复城 杨家相 杨振和自幼习武 十二岁 拜永年著名季级大师 杨氏武士太极拳传人 翟文章先生学艺 经过几十年的磨练 他深得翟文章先师真传 1989年先师去世后 杨振和先后受到 杨振夺副中文等名家大师指点 广泛记取仲家之长 他的太极功夫不断升华 权术造诣日真上成 比较全面系统地承传了永年太极拳记忆 杨振和的太极拳架舒展大方 柔和缠绵 自行云流水如滔滔长河 每一架势虽动游净 动中求净 上下相随内外结合 快慢相间运动自如 杨振和深刻领悟太极拳的寄击内涵 遵循太极原理 屈中求职 须而后发 须尽如张弓 发尽似放箭 杨振和在推手上 随驱就身 以巧智拙 以静智动 以轻智重 以柔克纲 成事借力 四两拨千斤 杨振和不仅权艺精湛 而且通晓刀枪剑等各类太极器械 他的杨式太极剑剑法清晰神疏体静 连贯圆火 矫健潇洒 杨振和的太极刀腾挪闪斩而连绵不断 其刀法续发相变 其刀势环环相扣 欲刚强欲柔化 欲雄魂欲飘逸 杨振和的太极杆 以心运气 以身运杆 周身之近可直达干头 其干法 拦拿扎等各招各式 迅速准确 矫健有力 吞吐自然 杨振和将太极干 作为增强太极拳功力训练的重要部分 有效地增强了全身整体爆发力 杨振和是永年杨式太极拳发源地 职业太极拳武术家 他以弘扬太极为己任 多年来他尽情地在太极文化的海洋中遨游 在太极撑起的蓝天上飞翔 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串串闪光的阻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振和是永年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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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